这个视频,我们来说说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,我们一起来看一道题,老师买了三个同样的面包,一共花了6.9元,每个面包多少元呢? 我们知道可以用除法解决这个问题,所以列式为6.9除以3,这个除法算式和我们以前学过的除法算式不一样,算式中出现了小数,这就是我们将要研究的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,那6.9除以3到底得多少呢? 我们可以借助计量单位之间的关系,把小数除法转化成整数除法,6.9元等于69角,69角除以3等于23角,23角等于2.3元,所以6.9除以3就等于2.3元。 我们也可以用数式来解决这个问题,与整数除法的计算步骤相同,也是先从被除数的高位除起,唯一不同的就是要确定伤中小数点的位置,我们先把6.9写在除号里。 把3写在除号左边,先把6个1平均分成三份,每份是两个1,所以2写在个位上,这个9表示9个0.1,然后把9个0.1平均分成三份,每份是三个0.1,所以在上的10分位上写3。 这个3表示0.3,别忘了在3的前面,也就是个位与十分位之间点上小数点,这样也能够知道6.9除以3等于2.3。 我们再来算一道题,2.8除以8等于几?我们先用2.8的整数部分2除以8,不够除,就在被除数的个位数字2的上面伤0。 这一点和整数除法的计算方法相同,不够伤1,0站位。 然后对齐被除数的小数点,点上伤的小数点,再继续往下除。 现在2.8表示28个1分之1,与整数除法相同,28除以8伤3,所以在10分位上写3。 3824还余下4,这个4表示4个1分之1,还可以表示40个1分之1,所以在余数4的后面可以添上0。 再用40继续往下除,这样就可以在被除数百分位的上面写出5。 所以2.8除以8等于0.35。 根据这两道题,我们可以看出,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,我们可以按照整数除法的法则去除。 但要注意,伤的小数点要和被除数的小数点对齐,这样就保证了相同数位对齐。 如果除到被除数的末尾仍然有余数,就在余数后面添上0,再继续除。 现在你知道怎样计算除数是整数的出法了吗? 赶快做几道题试试吧!